墨西哥近几年一直不断有女性失踪事件发生 奇怪的是这些失踪女性全部是单亲妈妈的身份 连同他们消失的还有他们自己的孩子 即使出动了大批警力 这些母子依旧是不见踪影 这在墨西哥当地引起了不小的恐慌 直到2018年 墨西哥街头惊现一辆恐怖婴儿车 这婴儿车里装的不是小baby 而是那些失踪的女性们 根据这辆婴儿车的线索 警方这才揭开了这么多年 单亲母亲们连环失踪案的真相 随着案件细节被逐一公开 人们发现凶手的手段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残忍 2018年4月7月9月期间 在墨西哥埃卡特佩克小镇 接连有三名女性离奇失踪 巧合的是 这三名女性都是单亲母亲 连同她们一起失踪的 还有她们的婴儿 当地警察接到报案以后 立马展开了调查 可警察调查了很久 也一直没有什么线索 他们只能反复在街上巡逻 看见可疑的人员就扣留下来盘问 但是盘问结果却差强人意 警察们就这样坚持巡逻到了 2018年10月5日 这天一对夫妻推着一个婴儿车 走在路上 奇怪的是 他们把婴儿车的帘子裹得密不透风 一般父母推婴儿车都会将帘子掀开一点 给婴儿留一点呼吸空气的缝隙 可他们怎么这么反常 把帘子裹得这么紧 再加之 最近婴儿失踪的案件 这奇怪的行为引起了警察的怀疑 于是 警察拦下了这对夫妻 准备查看一下婴儿车 可让警察也没想到的是 这个婴儿车里压根就没有什么婴儿 婴儿车里装的是一堆 整整齐齐的人体残块 这对夫妻当场被警方逮捕 警察把这对夫妻带回警局后 对他们进行了身份调查 男的名叫胡安 女的名叫派翠西亚 警察随即开始盘问 他们婴儿车里的残块是怎么来的 警察本以为这对夫妻还会狡辩 结果夫妻二人丝毫没有遮掩 直接向警方交代了自己的犯罪经过 胡安甚至向警方坦白了 他们夫妻二人袭击了远远不止这三个失踪的单亲妈妈 他们夫妻二人从2012年开始 就开始专门挑选单亲妈妈下手 他们总共袭击了不下20位女性 讲到这里时 胡安脸上甚至流露出了并不满足的表情 他告诉警察 自己的计划是100个女性 可现在才只进行到20个 实在扫兴 听到这些的警察们大吃一惊 警察甚至觉得胡安在吹牛 紧接着他们开始盘问胡安 把这20名女性的遗体都藏到哪里了 胡安癫狂地告诉警察 都在自己的屋子里保存得好好的 警察立马前往了胡安的住处 寻找那些女性残骸 警察抵达胡安的房子后 还真的在他的房子里找到了这些女性残骸 进入房间后 场面一度让人作呕 警方在胡安家里先是找到了8个塑料大桶 警察打开这些桶之后 发现大量的人体残块 大桶里面还注入了水泥 将这些残块牢牢封印在桶里 这些大桶旁边还拴着一条恶犬 他非常凶猛 这条狗在看见警察后 疯狂地对警察进行扑咬 这条狗扑咬的样子 并不像是简单的应急反应 而是像闻见活人味道后的兴奋 感觉好似要开饭了一般 果不其然 恶狗的旁边摆放着一个铁盆 铁盆里面装着一些生肉 这些肉后经法医鉴定 它们就是人体组织 警方随后将这些仪块全部带回了警局 法医对此展开了技术鉴定 鉴定结果出来后 警方确定 在胡安住所发现的所有遗体残块 正是来自于最近失踪的三名女性 其中还有一些残块是2012年至今 埃卡特佩克小镇失踪女性的 看来胡安并不是胡言乱语 他前面跟警察所说都是真的 那么胡安和他的妻子 究竟是为什么要大肆袭击这么多单亲妈妈呢 他们作案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这还得从胡安的童年经历讲起 胡安从小就没了父亲 年幼了他就跟着母亲生活 单身母亲想要抚养一个孩子是很困难的 加之胡安母亲也没有什么一技之长 就更困难了 为了能与儿子活下去 他只能靠出卖肉体赚取生活费 小小的胡安每天看着不同的男人进出母亲的卧房 年纪尚小的他什么也不懂 他只是每次看见那些男人走后 母亲都坐在床头流泪 他想要去安慰母亲 却都会被母亲训斥 母亲埋怨着胡安是个扫把心 如果没有胡安自己也不会沦落至此 严幼的胡安听不懂母亲在说什么 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每次自己想要关心母亲 却换来的是辱骂侮辱 他觉得自己的母亲并不喜欢自己 胡安为了努力讨好母亲 他在家里做任何事都小心翼翼的 生怕招惹母亲不开心 直到有一次母亲在接客的时候 胡安好奇的趴在门上看 胡安被客人发现后惹得客人不快 客人觉得干这种事被窥探特别不舒服 于是动手打了胡安的母亲 这个客人还对他们母子恶语相加 等接完课后 心中有怨气的母亲抓住胡安就开始泄愤 胡安害怕得哇哇大哭 他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做 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等母亲气消了之后 也没有帮胡安处理伤口 只是把胡安撂到一边 自己又坐到床边流眼泪去了 胡安只能自己消化这些坏情绪 这让年幼的胡安感到很无助 等胡安再大一些时 胡安的母亲傍上了一个金主 这个男人非常有钱 不过这个男人有一装癖 他的一装癖不是对自己 而是喜欢看小男孩穿女装跳舞 胡安的母亲为了让金主开心 他就强迫胡安穿各种各样的小裙子 胡安一开始抗拒极了 他反抗哭闹都无济于事 母亲甚至开始给胡安洗脑 他告诉胡安 只要胡安穿上小裙子 他就会喜欢胡安 不再会对胡安动手 单纯的胡安听到这些话 想着妈妈终于会喜欢我了 乖乖的就把裙子穿上了 有一次他穿裙子的样子被小伙伴们看见 小伙伴们都开始取笑胡安 胡安从此以后被小伙伴们称为怪物 也没有人再愿意跟他玩了 胡安觉得很羞耻 回家就把那些裙子都剪碎了 母亲看见这一幕气坏了 拿着剪刀一边大骂一边追着胡安 胡安看见母亲这样 瞎得赶紧跪在地上祈求母亲不要伤害自己 并发誓自己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胡安母亲一听 那好啊 便开始变本加厉的 要求胡安做自己不爱干的事 比如让胡安学跳厌舞 胡安笨手笨脚的跳不好 他母亲就会用武力解决 胡安为了讨好母亲 努力学着那些舞蹈 即使自己身上全是伤也不曾停歇 胡安就这样表演了一年之久 直到他这种滑稽的表演 不再能满足那个男人的怪癖 那个男人也很少再来家里 他们母子的所有生活来源 也就没了指望 胡安的母亲开始焦虑 没过多久 那个男人又联系了胡安母亲 不过这一次 那个男人提出了非常过分的要求 他希望胡安可以看着他们欢爱 完事后会支付胡安母亲相应的报酬 胡安的母亲想也没有想就答应了 胡安从那以后就被绑在凳子上 观看自己母亲与那个男人 各式各样不堪入目的画面 童年这些经历让年幼的胡安留下了无法抹去的阴影 缺乏母爱的胡安为了得到母亲的关注和赞扬 养成了讨好母亲的习惯 他一直对母亲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 他觉得只要自己听话 母亲就会喜欢自己 这种畸形的生活一直困扰着胡安 也成为了胡安的心病 胡安一直在母亲身边生活到十岁 母亲将他无情抛弃后他才终于意识到 即使自己再怎么听话 母亲讨厌自己这件事是无法改变的 胡安十岁那年 他母亲遇到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想要娶他 但他跟胡安母亲提出的要求是 孩子不能留 胡安必须送走 他母亲爽快的就答应了 第二天胡安母亲把他送给了一个保姆 胡安哭着祈求母亲不要抛弃自己 但母亲留给他的只有一个决绝的背影 从那时候起 胡安对母爱的渴望全部变成了恨 他恨透了抛弃自己的母亲 未来的日子里 胡安过得更加艰难了 这个保姆比自己的母亲还要恐怖 耐不住寂寞的保姆 只能在胡安的身上找安慰 强迫胡安按照自己所说的做 胡安不肯 保姆就会体罚胡安 胡安彻底崩溃了 他开始厌恶其女性 胡安觉得女性是很恐怖的生物 不会把自己当人看 他甚至萌发了想要消灭所有女性的想法 胡安抱着这个想法 一直在保姆身边 饱受摧残 艰难地活到了18岁 18岁的胡安为了逃离保姆 毅然决然去当了兵 他退役后 遇见了一个女人 也就是胡安的妻子 派翠西亚 派翠西亚非常理解胡安 他和胡安有着相似的童年经历 他也讨厌女性 胡安仿佛看见了另一个自己 他开始对派翠西亚产生好感 并且越来越信任派翠西亚 他开始给派翠西亚讲自己消灭女人的计划 胡安消灭女人的计划粗暴又简单 就是谋害女性 有一个消灭一个 胡安一开始还担心派翠西亚不能接受 出乎意料的是派翠西亚听了以后 很支持胡安的想法 而且派翠西亚表明自己十分愿意 和胡安一起去完成这个计划 胡安听后感动极了 这么多年是胡安第一次得到认可 他立马决定和眼前的这个女人结婚 两个人婚后没多久 就开始着手完成这个计划 胡安告诉派翠西亚 他打算只针对单亲母亲下手 但自己的长相并不能让他们放松警惕 所以这个任务只能交给派翠西亚 胡安让他上街作为诱饵 去诱骗单亲母亲 派翠西亚和胡安结婚以后 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如果派翠西亚抱着孩子 在街上寻求帮助 胡安坚信 那些女人是绝对不会拒绝派翠西亚的求助的 于是这夫妻俩达成一致后 立马开始了行动 2012年派翠西亚就按照胡安所说 他抱着孩子走到街上 看见抱着孩子的母亲就上去戒指尿裤 对方借给派翠西亚之后 他又谎称自己是单亲母亲很不容易 试探对方 只要对方也吐露自己也是单亲母亲的话 派翠西亚就会以表达感谢为理由 邀请这些女人去自己家里 或者谎称自己有很便宜的衣服卖 吸引这些单亲妈妈前往 对于受害者来说 派翠西亚单身母亲的身份 已经让他们卸下了房备 更别说还有便宜的衣服 这么好的事了 每一位受害者都无一例外 毫无戒心地跟着派翠西亚回了家 结果他们刚一进门 派翠西亚就反锁住房门 胡安就冲出来控制住受害者 在部队待了多年的胡安 三两下就解决了走进家门的单亲母亲 当这些女人在他们面前失去呼吸之后 胡安他认为这还不够 这并不能完全消灭这些女人 他将他们的心脏丢给自己养的狗吃 然后再把其他的器官 泡进装满防腐液的罐子里 留下骨骼 最后他会把这些器官和骨骼 全部卖给塞塔里阿教 墨西哥有一个教派叫塞塔里阿教 他盛行于古巴和加勒比群岛 这个教派喜欢用人的颅骨 躯干骨骼 血液来做法 为了防止剩下的这些残害散发味道 胡安会把他们装到大桶里 灌上水泥 这些繁琐的步骤 都是胡安一个人独立完成的 派翠西亚则带着他们的孩子坐在客厅 胡安就在离客厅 只有一抢之隔的房间里操作着 他有时候开心了 还会对着这些遗体抽打 甚至发泄欲望 胡安把女人们处理完了 他就该处理他们的孩子了 胡安把这些婴儿全部卖掉了 他和派翠西亚因为这笔黑心买卖 还赚了一大笔钱 夫妻俩就这样一来二去 不仅完成了胡安的离谱计划 还赚了一大笔钱 胡安越来越上瘾 夫妻俩之前还会间隔很长时间作案 随着犯案次数越来越多 作案手法也越来越熟练 两个人就更加癫狂 开始肆无忌惮地犯罪 在2018年前半年 胡安夫妇的高频率作案 终于还是被警方发现 夫妻二人终于被逮捕归案 胡安被逮捕之后 丝毫没有悔改之意 甚至很自豪自己的杰作 可以这么说 所有的连环犯罪魔 他们内心多少都是扭曲的 胡安被捕后 依然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 他觉得女人呼吸 都是在浪费空气 甚至大言不惭地说 他觉得他这一生的任务 就是消灭女人 胡安还放出狠话 说如果自己出去了 还要继续这样做 他失控的样子 让警方怀疑他的精神是否有问题 随后警方给胡安做了精神鉴定 胡安被诊断出有精神分裂症 不过这个诊断并没有影响 对胡安夫妇的判决 2018年11月 胡安夫妇被判处654年监禁 每个人被判处327年 随着对胡安夫妇的宣判 墨西哥这个骇人听闻的连环杀人案 也告一段落 回看案件 胡安是可怜的 他的童年经历属实令人同情 但他又是可恨的 他的所作所为绝不能被原谅 他将自己的心理创伤 报复在了他人的身上 造成了无数个悲剧 那些被他拐卖的婴儿 也将重蹈覆辙的 过上和他相差无几的童年 理论上 心理和生理都有自我的修复能力 我们往往会为我们的身体健康 求医问药 却悲观地认为心理健康 毫无改变的余地 希望大家都能够直面自己的心理创伤 勇敢地面对它们 积极地治愈自己 这里是迷雾调查组 我是吊吊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